其实忧郁症跟发炎反应 是非常有相关性的 那怎样的饮食可以抗发炎呢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就是补充鱼油 不过你知道吗 这种抗发炎的Omega 3来源 最原始应该是海藻制造的 那你们知道吗 其实所有的食材当中 抗发炎抗氧化成分最高的 其实就是辛香料 也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些 咖喱粉 姜黄粉 胡椒粉等等的 有很多的大型世代追踪研究也发现说 蔬果吃的比较多的血液当中 有比较多的β类胡萝卜素的人 其实未来得到忧郁症的几率 是大幅的下降 以我们人类的生理结构来讲 其实是素食为主 食物的五种颜色就对应到 人体的五脏 比如说深绿色的蔬菜 它就能够对肝脏有所补养 那红色的蔬果类呢 比如说像一些狗枣红旗啊 就能够入心血脉能 做一个补血 那黑色呢就入肾 多吃一点黑芝麻 或者是黑木耳那些 都有帮助我们补养肾气 防治的话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像地瓜 根筋类的东西 其实是补皮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 那白色呢就比如说像白木耳 或百合 它其实能够补到肺脏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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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